咱们有几天没关注阿玛利卡那嘎子的事了 上个月美国先后上演了原文社董 以及民主党舍得一身寡 敢把拜登拉下马 以及哈哈哈哈哈尼斯成共欢瞪 一系列魔幻事件之后 美国的大选再度变得扑瘦迷离 现在从各方面的感觉来看 川普那边突然就蔫了 意志尔的英雄他也一文不值了 面对哈哈哈哈哈尼斯 川普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再加上选上的副手万斯他确实太拉 不但不加分还一个劲的丢分 而哈哈哈哈哈尼斯这边几乎拿到了所有的资源 气势超猛 在美国博彩网站上 哈哈哈哈哈尼斯跟川普的胜率都是49% 保持一致啊 很多民调都在说哈尼斯超过董王两个百分点 这都说明川普不一定能赢 哈哈哈尼斯他不一定能输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雷哥 先说董王这边 董王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面对哈尼斯 董王以前攻击拜登的犀利手法 他一个都用不上了 首先哈尼斯是女性 又是少数族裔 而且更重要的是 哈尼斯前面的三年多 没干过任何的事 没干过事 他就没出过错 所以董王根本就不知道如何下嘴了 而哈尼斯这边从参选之后气势也强了 也不哈哈哈哈了 最近他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副总统人选 毫不意外 一个老白男 蒂姆沃尔茨 今年60岁了 从小在农场长大 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 他自己干过国民警卫队 在工厂当过蓝领工人 在明尼苏达当过社会调研课老师 还做过橄榄球教练 2006年开始从政 他的基本盘是明尼苏达南部的广大农村地区 他所在的党派是明尼苏达的民主农民劳动党 属于民主党联盟下的地方政党 明尼苏达就是他的基本盘 而明尼苏达本身就是个蓝州 沃尔茨还有一个经历非常特别 他在1989年通过参加哈佛的项目 在中国当志愿者 并且在佛山一中当了一年的外交 回到美国后 他开了一家公司 专门带着美国的高中生到中国旅游 这个小公司运营了有十年 2003年结束的 沃尔茨从政的事那就更有趣了 他在明尼苏达前后任职于老兵事务委员会 农业委员会 交通跟基础建设以及军事委员会 他阻挡过小布什的伊拉克增兵计划 为工人提高过最低工资 支持限价药 确实给当地做了很多的实事 从美国的政策光谱来说 他属于偏中间立场的 因为确实做的还不错 所以在自己的选区里面有很不错的连任记录 沃尔茨2018年当上州长 后来又成功连任 这期间的事就更有意思了 当时黑命贵发生的地点 就在明尼苏达州下面的明尼阿波利斯 事后沃尔茨责怪当地政府 阻止国民警卫队维持秩序 遭到了共和党的猛烈攻击 一行其言 他主张封城 而神奇的是 后来彩虹运动起来的时候 沃尔茨推行学校里边的南西州建立 放点卫生巾 另外他还支持 凑一口合法话 在巴以问题上 他两边都谴责 更扯的是 当时他干参议员的时候 美国步枪协会是他的金主 而沃尔茨当上州长之后 扭头就支持控枪 并且批评步枪协会 你说他保守吧 他也激进 你说他激进吧 他也保守 你说他是民主党的人吧 当然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传统美国人 农场长大 党国拱人 还是退伍军人 而且人家真的为工人争取过最低工资 这一笔就显得川普的副手万斯 除了写了一本书 就真的只剩下孤名钓鱼了 说实话 当看到沃尔茨的简历后 我真的为动汪捏把汗 沃尔茨的基本盘在农村 但是他很支持很多美国左派立场 两边都讨好 这人选的是真好 直接给了哈里斯强力的互补跟支持 共和党这边显然也感到的危机 他们马上就在媒体上开始攻击沃尔茨 而沃尔茨因为出身到经历都没有什么喷点 他支持的民主党的政策也没有办法下嘴喷 然后共和党又拿出了麦卡锡主义那一套 谴责沃尔茨是社会主义者 而且在中国工作过 而且还开办过一家专门让美国学生去中国旅游的公司 过去沃尔茨还真说过不少中国的好话 沃尔茨说自己不是把中美视作敌对关系的人 现在共和党每天抓住这个点是狂打 而民主党这边反击说人家只是去中国做社会调研的 而且沃尔茨推动了很多对华强硬法案 他对中国经验远超很多美国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 沃尔茨才是真正可以帮华尚顿处理好对华关系的人 而共和党这边则说 1989年很多美国志愿者都纷纷回到了美国 而沃尔茨没有 共和党继续说 他是我们阿迈利卡的叛徒 然后民主党马上拿出沃尔茨结婚日期 说人家结婚后在中国度蜜月而已 反正两边现在是炒成一锅粥啊 而共和党这边不管怎么攻击 都能感觉出来有那么一点慌乱 甚至还说沃尔茨看上去先劳 怎么60岁的人看上去跟七八十一样 身体肯定不好 哎呀这是没话浪的话了 而沃尔茨回应说 他曾经经营了很长时间的食堂 身体好得很 而且沃尔茨喜欢打猎 爱好长跑 川普的副手万斯显然也很慌 开始攻击沃尔茨 说他是个逃兵 我万斯过去啊 去过伊拉克 而民主党则攻击万斯说 你去伊拉克当战地记者 你根本不上战场 万斯这边一下就不行 紧接着川普上了 共和党这边说 当时沃尔茨阻止国民警卫队 阻止黑命贵破坏法治跟治安 而共和党这边却忘了 在2020年 董王在州长电话会上 是公开表扬过沃尔茨的 说他处理的很妥当 共和党这边再次被啪啪打脸 董王这边坐不住了 马上出来说 别听fake news胡说八道啊 我当时夸沃尔茨是在救他 是在给他面子 不然是为者能散掉吗 不要把朕的好心当成赞许 两边的口水杖 总之每天都在继续 每天都在升级呀 从哈里斯开始参选之后 整个民主党似乎是一改推势 川普的意志儿他也掰当了 路死谁手还真不好说了 民主党在全世界的眼皮底子下 直接换灯 也验证了美国总统 只是一个前台亏来 后面的深层政府 一直控制着局面 民主党现在给哈哈哈哈哈里斯造势 动用了各种手段 甚至有美国网民发现 Google搜索董王的时候 出来的新闻都是哈里斯 你就说说民主党砸了多少钱吧 现在的情况来看啊 美国两党都不想输 选战肯定开始升级 后面很快大家就会看到 两边候选人的新一轮电视辩论会 董王这边貌似对于哈里斯的攻击 有点不知道应该怎么打 前阵子董王说哈里斯之前不是印度裔吗 怎么突然变非洲裔了 那意思质疑对方强行搞族裔绑定 但是从民调上来看 非裔普遍还是支持哈里斯的 面对哈里斯这种没有政绩 但是又buff叠满的候选人 董王攻击哈里斯 女性跟少数族裔吗 那肯定会上选票的 攻击哈里斯四年毫无政绩吗 人家直接可以甩锅给拜登啊 董王现在从一只耳英雄快速滑落到 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窘惊 哈里斯他不一定输 董王不一定能赢啊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着 感谢跟我说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